下一个节目是 史上第一大结案 都给我趴好了 谁要是敢动 可千万别怪我不客气 你是银行经理他们对吧 对 我调查过了 金库里应该有二百万 拿来给我 尊敬的劫匪先生 请您不要冲动 请您千万不要伤害我 这你放心 我和洛杉矶其他的劫匪不同 我只要钱 动作快 好 别动 别动 拿来 劫匪先生 钱帮您装好了 一共是一百九十九万 零三千 这怎么有零有整的呢 金库里不是二百万吗 金库里是二百万 但是有七千 是我给这银行存的 我糗出来了 那你存回来 我家着急用钱 那你存回来 正好两百万 你干的不错 Tom 从今天起 我们是朋友了 好的 劫匪先生 别叫我劫匪先生了 叫我Jack Jack Jack 你看起来 不太像差钱的人呢 你很有眼光 老弟 想当年 我也是投资界的王者 一匹华尔街之狼 大哥你还懂投资 当然了 要不然能来抢银行吗 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啦 真邪了啊 我是投股票股票跌 投黄金黄金跌 投笔子笔笔子也跌 我是投啥啥跌 难怪您身上跌味这么重 那我回去洗洗 杰克先生 Jack 既然我们是朋友了 我想问您 来银行光抢钱就够了吗 啥 这金库我不都搬空了吗 金库你是搬空了 还有我们办公用的电脑啊 这个不用了 是这样 你来抢一次银行不容易 这样 你把我办公用的电脑拿走 是 杰克 你听我说这个东西我来的没有用 杰克有给你的 不是不是 不给孩子你干嘛 我说我没有喊我 我跟你说我对待这样 我真要生气了 不对我生气了 还不对啊 你这电脑里是不是装了什么 能够追踪我的软件啊 没有 我这 贝比的汤姆经理 鞋斐先生 你误会了 这就是一台普通的办公电脑 是公司配给我的 已经十年了 特别老旧 我想让公司换 公司也不给换 你给我吧 我这不是想着 既然您来抢银行嘛 你就把这电脑抢走 我再让公司给我换台新的 我欠你的 我 杰斐大哥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跟您提要求很过分 可是这台电脑 它真的很卡 能有多卡呀 卡卡卡 你看 不是不是你这么难 你给我看一下 能有多卡 来你开机 我早都很开机了 你啥时候开的 去年圣诞几 那不尽快了嘛 你只是黑屏啊 杰克 拜托了 行吧 但我有个要求 您说 你把我来时候的监控扇了 没问题 能做到吗 必须要 动作快 我去救保安 保安 克鲁斯 经理 我跟你讲 你喊我上来也没有用 他手上有枪 你就让他走了吧 大哥已经要走了 但是走之前 希望你能把他来时的监控删掉 经理 我不是在自己吹捧我自己 快给我晃吐了 你就说事儿 他几乎是在践踏我的尊严 他拉倒了 还有尊严 经理你想啊 要是来一个人就让我删监控 来一个人就让我删监控 那我这个保安以后 还怎么干 那你就不用干了啊 他肯定还是要干的呀 他要 除非 你把我的电柜枪走 这什么毛病 怎么都让我抢电机呢 都 展开讲讲 大哥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公司给我配了一个八手的电柜 这个电柜的八手他露电 我一想电你啪他就电我 我一想电你啪他就电我 不行你试试 啪你看 电咱俩 电咱仨啊 哎呀把你也带进来了 我们就不要在这跳popping了 是 劫匪大哥的时间非常有限 这样 你把电棍交给大哥 你去删监控 大哥 快点快点快点 谢谢我去了 快去快去快去 谁都别走 没想到啊 你们三个店是一伙的 拉倒吧 我只是给大哥黑莱电 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 今天这里的钱谁也不去拿走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难道不怕我吗 一个不劳而获的人 有什么值得惧怕的 我每天打卡造七万八 没有请过一片的家 生怕老板查我靠亲扣我奖金 这么辛苦我都没有抢一号 你听什么 他打的好高啊 我们公司的员工耗伤价值 不是 除非 把我上班的打卡机抢走 你们 打卡机就对象 我安排一下啊 是 保安你跟财务去取打卡机 好 我送一送大哥 咱们抓紧时间 太好了 打卡机提的特别好 这回好 打卡机是吧 电棍是吧 不是 我是许愿池里的王吧是吧 你多心了王哥 谁是你王哥啊 杰哥 杰哥 我这包里还能放下了吗 电棍在这 肯定能放下 肯定能放下 你不干什么了 你不让你们放 谢可先生 谢可先生 您刚才说的 我们都听见了 我们也有很多东西想被你掠夺了 不是 我哪有时间掠夺了 我不信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你快阻止一下 劫匪大哥的时间非常有限 这样 我们可着急的先来 我可着急的先来 来来来 你先来 大哥呀 我这个方案赶来八十多瓶 我实在不想赶了 你赶紧给他夺走吧 不是我包放不下来 说包你来没必来 大哥 干啥 这是我儿子的暑假作业 他非得让我做 你让他自己做呀 他不会呀 你让他萃取 大哥 这是我母亲为我烹饪的爱心早餐 这玩意儿你就不用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就直接给他 都让你吃了 我们趁着这个劫匪先生 在这边享受美食 大家好 他需要掠夺 我们抓紧时间 有有有有有有 啥卡丁 非常好 非常好 快走开口 给我们老板夺走吧 快 你转一下 你们都给我滚 我就说装不下装不下的呢 装不下你试试 下火 你干啥呢 杰克 东西都帮您装好了 你赶紧撤吧 我走就该撤了 这什么意思呢 不好意思 不是 我钱呢 不是 我钱呢 我得批评一两句 你这来抢劫包带太小 钱装不下 让我存回金库了 晚等下回来的 连本大礼我给你多装点 你挺热心的 你是劫匪我是劫匪 咱纠结这些干啥 一会儿警察要来了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的 我一分钱没想到 我整一句老破烂 我拘留十五天我就出来了 不是 杰克 你一点法律常识没有啊 你是带枪来的 我要知道今天这情况 我都多于带着破枪 我扔了三轮过来 瞅破烂就完了吧 这怎么能是破烂呢 这都咱打工人把最宝贵东都献祭给你了明白不 献祭个屁 我发现你这人太物质 你来小元房你拿点东西点了吧 哥们儿 你太物质 你太卑鄙了 你太疯了 我真是我 接废叔叔 你能帮我抢一个东西吗 正在戏头上 来来来 小孩 暑假作业你自己做 滚一半儿去 贝贝的小学生 你能帮我抢走我爸爸的病吗 不是 我 不是 那个 孩子 孩子 抢劫呢 是不对的 这儿 叔叔这儿有两千块钱 这是叔叔自己的啊 但叔叔答应你 一定把你爸爸的病抢走啊 对不起啊 快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没事 没事 多好的孩子 你爸爸得了什么病啊 甲勾炎 甲勾炎 吃甲勾炎用不上两千 来来来 自偶然 像一颗尘土 吓我是吧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自来还得收 来自何方 我尽归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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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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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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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谢谢你 杰肥香 太难了吧 终于不用按是买不了了 不用打了 没有心电贵了 要是把老板装走就好了 近日我是警方 破获了一级银行抢劫案 劫匪抢走的物品有 主要有一级 电器 还有数价作业等 至今无人认领 请如有一时以上物品的市民 请尽快与警方联系 尽快与警方联系